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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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要來分享的是用里程券出道刷島民時 系統是透過怎樣的機制來影響我們會遇到怎樣的島民喔 這件情報我雖然知道很久了 但我一直沒有分享喔 因為我想說可能大家都已經知道了 那我在週日有上傳上週三直播刷島民的精華 大家應該有發現喔 我在影片中有在做紀錄 我在紀錄什麼種族出了哪一隻動物 為什麼我要做這個紀錄 而這樣的紀錄又有什麼意義呢 現在就來為大家說明喔 在動物森友會中總共分成了35類的種族 所謂的種族就是貓 狗 松鼠 狼 還是河馬等等之類的分類 那當然也有一些種族的分類是蠻有爭議性的 像是鴕鳥類裡面的動物有很多根本其實不是鴕鳥 但他們就是被分在鴕鳥類 或者是老虎跟豹也被歸類在同一種 但我想這只是動森製作主在製作角色的時候 用模組來分類這些動物啦 所以大家也不用太在意這部分喔 那畢竟動物真的要每種分類都做得很仔細的話 這個資料庫要拉的很龐大喔 回歸正題在這些分類下有的種族有很多位居民 也有居民很少的種族喔 舉個極端的例子 在動森中貓居民有29隻 而章魚居民只有3隻 種族的居民數對出島找居民這件事會影響非常大 因為當我們使用了里程券出島 我們所遇到的動物呢 是先用35種種族值去均分這個機率的 會遇到哪一個種族的機率都是一樣的喔 這一點當你出島樣本數變多就可以發現了 但大家如果也有看其他出島次數已經達到500甚至2000趟 想找特定動物的頻道啊 統計計算一下後就會發現說 每種種族值的出現率都是非常平均的 也就是我們出島後是先遇到種族 再來才是看遇到該種族的哪一個居民 所以我的精華影片中才有做這樣的一個標示 說到這邊大家有沒有發現到 只有3隻居民的種族章魚 為什麼出現率這麼高就是這個緣故 而為什麼捷克這麼難找呢 是因為貓有29隻 我們要先從35種種族中抽到貓的那一份 再從全部29隻貓裡面以29分之1的機率中抽到捷克 貓就是這麼的 另外大家有沒有發現出島也很容易遇到牛呢 因為牛又分成公牛與母牛兩種種族喔 所以他們各持有一份種族平均出現的機率 公牛只有6隻 母牛又只有4隻 所以重複遇到他們的機率就跟遇到章魚的機率是差不多高的 才會讓大家有一種怎麼出島一直遇到牛的感覺 在這樣的機制下才會有一些種族的島民特別難刷 因為他們的分母實在太多了 那如何減少分母呢 就是把你想要的目標 該種族盡可能的拉到自己島上來 如果你想要捷克的話就先讓島上有9隻貓 捷克出現機率就能從1.29變成1.20 或者是出島前用amiibo卡把同種族的其中一隻動物先邀請到露營地裡面玩 這樣又可以減少一個分母 這都是實質上有所幫助的方式啦 就看大家島上能做多大的取捨 但運氣還是很重要的啦 接下來的部分是要講一下關於這個頻道的算是公告吧 自從我上週刷島民刷到崩潰到不行後 有很多應該說超多的觀眾留言說 想要送我R2R3的amiibo卡 或者是更多的amiibo卡 請大家別不要不要 我最近收了很多觀眾送給我的禮物 我開始在反省說這樣做是不是對的 大家人都太好太熱情了 我真的很不好意思接受大家的好意 我先向那些已經從你們那邊收過禮物的觀眾們說聲謝謝 我也一定會好好的善用你們送給我的東西 來讓影片更好看 也會用這些禮物來提供給其他觀眾一些實質的回饋 像是說我刷amiibo卡角色讓觀眾接回去之類的活動 詳細方法我會好好想一想再跟各位公佈 不過這影片出去後我希望大家還是不要再贈送我貴重的東西了 像是amiibo卡這類的我真的會很不好意思喔 我也很清楚有的觀眾就真的只是想支持我 不會跟我計較這些喔 但我希望大家如果想繼續支持我的頻道可以轉換成別的方式來支持 像是點讚訂閱加分享啊 或者是之後可以加入成為我的頻道會員 我預計會在一萬訂閱的時候開啟頻道會員 什麼時候會一萬訂閱我也不知道 這只是我給自己的一個目標 不達成目標我就不會開啟這個功能 但我會利用這段時間先來做一些準備 像設定頻道會員要一些圖案還有貼圖素材等等需要時間製作 那到時候預計會有35元到150元三種方案 大家可以挑比較不會造成你們負擔的選項來加入會員 而加入會員後有什麼好處呢 我會在一萬訂閱後再跟大家公告所有細節 到時候會是個符合我個性很中二的頻道會員設計了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啦 感謝大家收看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